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也都还是比较偏多 所以下个礼拜的天气从礼拜三开始 相对来说都是比较不稳定的 那么这两天我们台湾比较容易下雨的地方 就是我们刚刚提过的东半部地区的影封面 另外就是山区是比较容易 有一些午后热对流 所以可以看到在下个礼拜之前 天气都是稍微 在我们东半部地区可能降雨几率是稍微 但是整体来说也不算是很高 到礼拜三的时候全台湾都有下雨的机会 主要是出到下一波封面运气南下的影响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今天晚上各地的天气 都是比较晴朗的 就这么一方面的东半部地区 可能下这个降雨几率有稍微偏高 低温大概是23到27度 南部是比较温暖的 高温大概是27到29度 明天的话全台湾各地也都是比较稳定的天气 同样的东半部地区的降雨几率也是稍微偏高一点 但是其实下雨的时间都不会太久 可能都是一些比较局部零星的短暂正雨 要特别注意的是 咱们中南部地区的空气品质是对敏感族群不健康的等级 除此之外就是中午会越来越热 有31到33度了 另外紫外线也是高量到过量级 所以提醒大家要注意多补充水分 注意防晒 外出的话可能要稍微注意这个山区 可能会有一些局部的午后热对流发展的机会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 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见 明天见